歡迎收看集法全台灣最正常酒吧 我是可樂 今天帶大家來到我正在裝潢的店面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開店酒吧到底需要多少錢呢? 今天就帶你們來剖析一下 那在開店之前呢 其實就是早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也是最耗時間的一件事 因為在台北市呢 其實法規有蠻多的限制的 就是有比較多的細節要去注意 所以在早點的過程中會花很多的時間 那尤其是像現在就是大陸的店面 其實租金非常的貴 基本上都是10萬起跳 然後或是只要大一點的 大概20坪以上吧 基本上都是10萬起跳 所以我們早點的時間大概花了 6個月左右半年多 然後其實我們有好幾度遇到就是 我們已經下斡旋了 然後房東也答應就是明天要簽約了 然後突然 因為就是覺得啊 嗯做餐飲做飲料店好像 還是比較好的 他明月租給就是可能其他那種桌遊店 感覺很單純或是補習班 就單純很多 還好呢我們非常幸運的是就是我們找到中正紀念堂附近 其實這個地點原本房東一直想要買 他不想要用租的方式 那因為我們就談了蠻久的 他也覺得我們誠意還蠻不錯的 然後終於就是願意租給我們 超級感動 然後 然後他的房租也在我們還可以負擔的範圍裡面 那他裡面大概有30坪的空間 其實比我們預想的還要高 左邊呢就其實我們是我們 吧台 就目前還在施工中 目前只有就是 做牆面而已 雛形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也有兩個包廂的空間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的員工休息室 跟備料室 然後算裡面的話是我們的廁所 然後之後那邊也會有一個酒櫃 那找到點以後呢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不准我們室內裝潢的設計師溝通 所以他大概會需要花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來來回溝通我們想要的風格 從設計師簽約後呢 那我們就會 再跟就是公班來討論我們所有的 施工的報價 我們的水墊木座 家具啊任何東西 那確認價格之後再簽約 然後就會開始施工了 那像我們的設計風格呢 是比較走560年代 就是現代主義的風格 他會使用比較多深顏色的木質調 那還有比較飽和的一些 像芥末黃啊 然後深褐色啊 或是那種飽和的紅色 來做搭配 就比較跳出來一點 像我們這個吧台呢 其實是想要就是 以露出很多黑膠唱片為主 所以他之後上面會有很多的方格 那我們這兩邊會擺一個很大的喇叭 那這邊才會是擺一些酒啊 或是其他的東西 就跟一般的吧台比較 取向不一樣 就是我們希望這邊是有更多取向 像一些做一些藝文空間啊 或是一些音樂表演 更多不同的使用 那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大概120-30萬的裝潢預算以外 其實還不包含了家具 還有我們的硬體設備 那硬體設備 我們最知道的就是 我們工作台冰箱 製冰機 那其實就是我們找的是二手的 其實可以省下蠻多的錢 我們大概是花十幾萬 其實會比一般市面上 大概會省兩三倍的加薪 然後家具的話 我們是在抓15萬的預算 就是其實應該是會比一般酒吧少蠻多的 有特別去挑 然後認真選 就是我們想要找一些復古舊舊的東西 來做成立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包廂區 登登!這是我們的包廂 原汁原味什麼都還沒有動 非常的工地 你看 好力打 對,因為都還沒有成立 然後就是讓大家看看 那之後會有一個比較舒服的沙發 比較那種家庭感 比較溫馨的風格 登登!我們的二人號包廂 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場景 就是它可以一覽無遺的看到下面的酒櫃啊 我們的唱片啊 然後我們的DJ會在那邊 然後這邊還有頭螢幕 然後可以看到就整個場景 超級喜歡 但是呢,我那時候剛簽約的時候 我傳給我很多的好兄弟朋友看 他們看到這個場景 他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 鋼管女郎 辣明 呃,這種不會有 我們真的不會有 我們是做 那個什麼 正當演演 正派演演 不說哦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快速導覽 那之後呢,也會再讓大家看看 我們的 Before and after 裝潢前後的差別 那如果大家對於開店有什麼建議 與新的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哦 我的店終於裝潢好了 趕快帶大家來看一看 霸台 然後這一面牆啊 就是除了有酒以外 又就是我們收藏很多的黑膠 然後一定要提的是我們的音響 我們的音響啊 是有特別託那個音響店的老闆幫我們找 我們那時候聽到這個音響就覺得 哇,就是它了 它是1958年從日本出來的音響 就是錄音室出來 所以它的保持得非常乾淨非常好 然後就是播起黑膠的聽起來音響很不一樣 然後連我們的擴大機 還是1971年的非常有歷史 登登 黑膠機 那其實平常上面還會再有一台啦 但因為我們今天剛好那一台拿去修了 目前只有一台 然後就是MISSER 黑膠 只會有一台就可以讓它 很順地銜接店裡的音樂 這邊是我們店裡最大的一組沙發 也是我自己個人私心非常喜歡的一組沙發 就是上集提到我們的裝潢風格 就會挑一些顏色比較飽和明亮的顏色 所以登登我們這桌的配色 我覺得就是看起來讓人家心情非常好 這個牆上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股東夥伴們的收藏 像這幾台啊其實都是音響店的老闆 就是借我們先放的 然後其實它主要是什麼呢 我不太知道 但如果有知道朋友可以告訴我一下 好 然後在上面有我的東西大概只有酒 我的珍藏 登登 欸這個很貴 它原本原價好像八九百吧 後來好像炒到六七千塊 然後我這一瓶是從日本帶回來的 就是從日本買的 然後那時候好像六千多塊 然後現在很少有盒子 還有那個頭的 而且我還沒有開 以下開放競標 賣掉 好了那我們繼續看其他地方 那時候店還沒有開的時候 我留下來喝酒啊休息的時候 最喜歡坐的位置 因為這位置是聽音響最好的位置 它剛好在兩個音響的中間前面 讚然後它也可以有一個靠著 然後看著這個吧檯 我們最貴的吧檯 接下來我們去後面的包廂看看 接下來呢是我們的小包廂 就有一種自家客廳 溫馨溫暖的感覺 那這邊也都是我們自己的 朋友的收藏跟書 那其實那面牆 我們還在想要怎麼 讓它變得豐富一點 那所以其實這面牆還有一點未完成 如果大家有想法也可以跟我說 那接下來我們去樓上的包廂 也是我超愛的地方 假如你有多一個空的房間的話 你一定會想來做什麼 遊戲室 視聽室 就是這間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大家可以席地而坐 然後挖在這裡看電影 然後又或是可以挖在這裡 跟就是你知道 閨蜜啊好朋友稍微聊個天 就是距離是可以比較近 然後比較自在放鬆的 然後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從這邊可以看下去 整個吧檯的場景 就我很喜歡就是你知道 在高處看著大家喝醉的樣子 對就是整個景非常的好 也是我為什麼一看到這個格局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租這裡 真的太棒了 以上呢就是我的開店的心路歷程分享 那歡迎大家來找我喝一杯 那也要常租啊也都是可以的喔 那我們這邊其實有提供了 蠻多的葡萄酒的 就是希望以葡萄酒或是葡萄酒的調酒為主 那也不要忘記購買我們的葡萄酒線上課程 嘴巴下回見 儘管現在葡萄酒非常容易取得賣場啦或者餐廳都可以輕鬆喝得到 那很多人因為過去喝到不合自己口味的葡萄酒 像是一些地雷酒 就放棄了探索葡萄酒風味的旅程 那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哈囉我是萊特 這台灣首位香檳大師也是WSET的講師 加入我的線上課程跟我一起來一趟 迷人的葡萄酒探索之旅吧 這個課程我會從如何開瓶 控制溫度 醒酒 跟如何瓶飲 先帶你正確的感受葡萄酒的迷人之處 接著我會教大家如何去賣場 用1000元以下買到適合自己的葡萄酒 並了解價格背後的含義 課程中我們也會和主持人歸於模擬約會 以及在餐廳點酒的一些情境 一起親身體驗過程中 所有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一一為大家解答 另外我們也會挑選市面上好買的酒款 帶著大家一起來拼飲 認識什麼形容 酸度 酒體 丹寧等等 進一步向客戶或是嘉賓介紹你挑選的酒 讓你成為聚會上的目光焦點 至於搭餐的部分 我會根據食材的來源 烹調方式 醬汁風味 來教大家如何做出適當的餐酒搭配 不同於坊間比較致勢 專為考取證照設計的課程 我們期待用輕鬆 生活化的方式 帶領大家一同探索葡萄酒的風味 上完這三小時的課程後 你就會是朋友口中那位懂葡萄酒的行家了 現在課程正在募資 價格非常的優惠 大家趕快點選連結 了解更詳細的資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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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